世界足坛的比赛在这一夜继续进行 西甲赛场 塞维利亚在主场完成绝杀 一比零险胜拉斯帕尔玛斯 卢克巴吉奥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黄马在主场2比1逆转 击败皇家社会 巴尔维德和和赛卢为黄马进球 一甲赛场 罗马在主场收获一场大胜 7比0完胜恩波利 迪巴拉没开二度 桑切斯 克里斯坦特 卢卡库和曼奇尼各进一球 塞维利亚与拉斯帕尔玛的比赛 塞维利亚从比赛一开始就频频制造威胁 整场比赛塞维利亚疯狂射门26次 其中有9次摄政 竟然只进了一球 拉斯帕尔玛斯门将瓦莱斯表现出色 做出了8次扑就 只是他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球队输球 拉法比米尔一个人就有6次射门 结果都没有打进 替补上场的卢克巴吉奥比较给力 只有两次射门 取得一例进球 这场胜利对塞维利亚来说非常重要 让球队走出了三连败的阴影 黄马与皇家社会的比赛双方 在上半场展开进攻大战 射门数不相上下 其中皇家社会率先把握住了机会取得进球 巴雷内切亚攻破了凯帕把守的大门 策动这例进球的是九宝剑英 九宝剑英的表现极其出色 他还打进了一球 只是因为队友阅位被取消 全场九宝剑英有三次成功过人 四次关键传球 一个人就把黄马的后防线搞得有些狼狈 只是他没能为球队带来一场胜利 难以阻止黄马获胜 黄马在下半场爆发 巴尔维德和和赛卢相继进球 才让黄马得以逆转 黄马能够获胜 最大功臣就是加西亚 两立进球都是他的助攻 黄马五战全胜登顶积分榜 罗马与恩波利的比赛极其顺利 罗马开局不久就获得点球机会 迪巴拉主罚命中 之后罗马的进球就不断出现 桑切斯投球破门 连对手都送上乌龙球 下半场罗马依然不断进球 迪巴拉 克里斯坦特 卢卡库和曼奇尼都进球了 真是一场进球盛宴 木帅导演了一甲的一场大惨案 恩波利太惨了 这场胜利 让罗马找回了赢球的感觉 终结了三场不胜 非常提振士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